当时凭借克拉链人里面的高文而被大家熟知 也受这个角色影响 圈粉无数 后来跟杨幂拍摄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里面的凤酒让很多人难忘 迪丽热巴在近几年事业发展的 可谓是顺风顺水了 扎实的表演技巧和高颜值 使得他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关注和欢迎 他也成为新一代御宅族女神 热巴之所以能有这么红 最不可分割的是他的老板杨幂的帮助 杨幂在很早签年签约了热巴在旗下做一人 因而迪丽热巴也受到杨幂的力挺 可以说如果没有杨幂的培养 热巴是很难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的 不过这也跟热巴自身的努力有分不开的关系 近日 迪丽热巴工作室正式开通 让网友猜测热巴可能要单飞 得知这个消息后 网上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有说热巴忘恩负义的 也有祝贺热巴工作室开通的 不过对于迪丽热巴工作室 开通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杨幂的态度了 杨幂却表示 他越红 我越替他感到开心 只有简单的11个字 对于杨幂的这个态度 网友都称赞杨幂的情商高 相信对大多数人而言 如果看到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发展的越来越好 都应该是开心的吧 相信杨幂也是从心里希望热巴能有更好的发展的 所以迪丽热巴要成立工作室 这并非是与杨幂出现了矛盾冲突 而是杨幂一再鼓励 也希望他可以更好 毕竟迪丽热巴的确是有实力的 不像某些明星只靠脸蛋吃饭不是吗 对于迪丽热巴成立工作室 你怎么